第一千零九十三集 傲锋和清玄双双哼笑一声 也懒得在和他纠缠 转身走向后殿之中 门口只留下仍在气得发抖的康维多 少 少爷 他们已经进去了 康维多身旁的一名法则强者 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却立刻被他呵斥了回去 闭嘴 康维多脸色犹如恶鬼 咬牙切齿道 我们也进去 父亲大人前日已到了此地 现在肯定在里面了 我奈何不了他 不代表父亲也奈何不了他 我们去找父亲 我倒不信 父亲会轻易放过这个杀害弟弟的凶手 凭他的影响里 叫起针来 就算清叶大人 也要给几分薄面 扔下败帖 康维多三人 也急步走入了宫殿中 凯奇拉宫的后殿之内 盛宴已经开始了 宽敞的大殿内 许多逝者进进出出 将各色精致的菜肴 流水般地盛上来 大厅中摆着四道长桌 分裂大殿两侧 无数身着贵族服饰的宾客们 端着高脚杯 游走在大厅之中 谈笑风生 这是诸神大陆典型的上流宴会 许多大势力 大家族 和高手交流的好地方 通过这样的酒宴 人们能结识到更多强者 家族与家族间 能敲定更多的商业合作 势力也可以招揽成员等等 当然 今日人们最想巴结的 还是坐在殿堂中央的那位 大殿的中心 铺着一块宽阔无比的 星红的地毯 一直延伸到殿外 就在这正前方 一名穿着青色 像黑边长袍的高大男子 端坐中央台阶的高椅上 男子看上去三十岁不到 眉目俊挺 五官犹如雕塑 唇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漆黑的眼眸中 时而闪过几缕光芒 全身气息内敛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他就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霸地青夜 红毯上站着一名宾客 正在自报名号 以及带来的贺礼 这些宾客进门之后 会先在此送上祝福 然后才能入宴席 这是一种贵族礼仪 不过通常只有身份极高之人 才能使用 我们哥特罗家族 送来的是一副金蕾丝香囊 内置玄田宝珠 此物有屁百毒 侦查任何隐形之物的功效 另外 听闻青夜大人喜欢美酒 我们还带来了一壶北方特产 极其稀少的天香冰露酒 请青夜大人笑纳 哥特罗家族的这名代表 流畅地抱完了礼物 青夜点了点头 哥特罗家族有心了 青夜大人喜欢就好 见青夜神情愉悦 这男子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从红毯上走下来 前往宴会席 第一批的客人 基本上都已经献过了礼物 后面再来的 都是三三两两的零散人员了 青夜站起身来 正打算亲自下场 敬第一轮酒 视线却默得一顿 停在了正沿着红毯 缓步而来的那两个人身上 唇角扬得越发的高了 四周的宾客 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清一红 并肩而行走入会场的两个年轻人 原因无他 他们的外貌实在太过于出色 太过抢眼了 与外面那些小家族成员不同的是 此地的强者都颇有身份 见到知名人士 并不会失态地大吼大叫 即使不认识他们的 也不用私下议论 因为他们等下 便会自爆家门 大殿内的视线 一起集中了过来 那两个年轻男子 也停在了宴会堂中央 清玄见过父亲大人 祝父亲大人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在众人的注视下 清玄率先踏前一步 朗声说道 玄儿 你回来了 清夜微微一笑 向清玄点了点头 眼中透出一股浓浓的亲切 那是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 清玄似也感受到了 这样浓郁的亲情 笑容更多了几分温暖 扬声又道 父亲大人 此番孩儿外出遇到些意外 今日才来得及赶回来 还好 没有错过您的寿宴 我来为您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在外面结识的兄弟 秦峰 他一指旁边的傲风 清夜的目光 也转到了他的身上 眼底深处 莫得闪过了一丝 淡淡的惊讶 但他掩藏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瞧出来 见清玄引荐 奥峰也不迟疑 向前踏出一步 微微俯身 清月的声音朗朗道 秦峰 见过清夜大人 祝清夜大人修炼有成 未来万年内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攀登更高境界 奥峰以往参加大型宴会的经历不少 当然不会怯场 神态自若 举止优雅 倒是一点也不像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秦峰 一听他的名字 在场的许多人 神色便略微有了变化 他就是那秦峰 宴会大厅的西北角中 一名面容僵硬的中年男子 脸色阴沉的狠狠一捏 直接握断了手中酒杯的杯柄 距离星火城一战 已有一月 对于这颗南部联盟突然崛起的新星 这些上流世家和顶尖强者们 都是有所耳闻的 不仅因为他杀了康斯坦 惹得康丁盟主百万悬赏 还因为他那骇人听闻的妖孽天赋 一个二十八岁便领悟了 法则之力的巅峰君王 足以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秦峰 清夜神色深邃地念了一下这个名字 带着一缕赞赏的笑容点了点头 略有些感慨地道 果然是年轻一辈中的绝世人物 和你一比 就连玄二也要逊色三分 远胜传闻哪 在场众多宾客一听此言 不由得纷纷一愣 连奥峰和清玄也有些惊讶 他们事先就猜到 清夜一定会赏识奥峰 可怎么也没料到 他对他的评价竟然高到这种地步 他们听着都觉得有些过头 清夜大人过誉了 稍稍一震 奥峰便回过神来 微微一笑 谦逊地欠声说 区区成就 怎么能与清玄大哥相提并论 我也就是只能和普通城主过上两招 而清玄大哥前不久 可是连盟主级的强者都击败了呢 他才是这南部联盟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哪个父母不希望听见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 清夜看了看清玄露出一缕欣慰的笑意 但对奥峰的话却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又目光深邃地笑看他一眼 你说如此便是如此吧 有这样的成就却不骄傲 也难怪你能走到今天 既然你学了我的霸王枪诀 可愿意叫我一声师父吗 众人越听越惊讶 心中不禁暗暗疑惑 今天的清夜大人莫不是吃错药了 一般来说 通过奥义时得到传授的人 都得巴巴地等着传授者的认可 以清夜的身份 怎么也该是奥峰哭着求着 跑来向他拜师才对 而现在居然是他问奥峰 愿不愿意当他的弟子 这伪识古怪之极 奥峰也越听越诧异 直觉清夜 似乎知道自己的一些情况 不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他的态度都是十分明朗的 这绝对不是坏事 当即欣喜孝道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